好 我們來給各位老師看一下這個程式嘛 剛才我們要請各位老師做的是 比如說畫正方形 那就要重複四次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每次旋轉的角度是95 那如果今天我要請各位老師畫五邊形的時候 是不是我要就要修改這個地方 點一下 變成五 同時呢 我還要再去改這個地方 是不是 我要改這個地方 變成72度 是不是一次就要改兩個地方 對不對 那這樣子就每次要改 而且每次你就要再去想這個數字應該填多少 是不是很麻煩 那剛才有講過 這個72度怎麼來呢 是不是就是360度去除以5 後來出現72 那剛才的那個四邊形的90度怎麼來呢 就是360度除以4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再彈性化一點 我只要改一個地方 就可以幫我做好這兩邊的事情都改變 所以呢 來 再來看喔 所以現在我可以先設一個 邊形 幾邊形 好 來 我先放小一點好不好 來 我再設變數喔 好 我再來設定 我現在只有x嘛 我再來設定變數喔 假設我再建立一個變數 叫做angle 好不好 然後是數字的 好 那現在我先把這裡面的數字 改一下 假設我要是四邊形 有沒有 欸 我剛才打了之後 我可不可以再修改啊 好 你可以點一下這個 然後有邊集邊數 就可以再改了 所以到時候只要改一個地方的數字就好 好 所以我現在angle 是四邊形喔 所以這個地方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這邊 取代 對不起 稍微推倒了 抱歉 太重了 來 我放大一點 angle 這個地方 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試 因為angle 四邊形 我就是重複四次 可以嗎 那現在角度呢 角度 這邊的角度 我剛才說這邊是怎麼來的 就是360度除以角度 欸 那360度除以角度 來 我一樣再去從運算子 運算子裡面 一樣把這個加法拿出來 好 我把它拿上面一點齁 然後放大來看 我把加法拿上來 欸 加法這邊有個箭頭可以下落 可以換處理法 可以嗎 然後呢 這左右兩邊要填什麼呢 一個是不是直接360度 那這邊 後面這個咧 是不是要除以angle 然後這一整個結果 放到這個區塊就好 可以嗎 了解意思了 好 來 所以我們把它縮小一下 哇 縮小它也要左右移動 因為我手機擺橫的 它不會轉成橫的 因為我是有自動旋轉 但是它這個程式 它不能讓你旋轉 所以各位老師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 原先裡面的直式 一個一個來喔 這部分 老師我放大一點 讓你們仔細看清楚 有看到線齁 呦 對不起我移太快了 有沒有看得清楚 這個框仙座 所以360度除以angle 如果是四邊形 360除以四 那就是90 90 那就是把原來這個角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原來的數值 加上90 然後給誰 給原來的這個x 那我把它拖出來 給原來的x 那x就會變 可以嗎 好 那這個對不起 這個要放在裡面 要是這樣子 所以 今天 我要跑四邊形 我就只要把angle 的變數 來 我就只要調這個地方 angle 然後 邊際變數 這裡 這個值 點一下 然後修改 比如說我要五邊形 我要七邊形 我只要改這個地方 改一次就好了 然後 這時候打勾勾 老師可以rollroll看 這時候 跑起來 他的圖案 是不是就是正七邊形 你要八邊形 九邊形 是不是同樣就可以完成 可以嗎 所以 來 等一下我畫面 會停在這個地方 欸 好 我就停在這個地方 老師可以嘗試看看 但是因為 這邊畫面要左右 左右縮放 所以就 那個什麼 比較撥不去 所以 等一下各位老師 如果有需要 當然如果你需要把這個程式 拍下來 你可以過來這邊貼 但是要拍一次之後 再把我手機 往旁邊滑一點 不然你會拍不到另外一邊的 可以嗎 好 所以各位老師來嘗試看看 今天 調整成一個 我今天每次要改變的時候 改變越少越好 可以嗎 好來 請各位老師來嘗試做幾邊 那個 那個 可以調整幾邊形 就可以直接畫出那幾邊形的出來 來 老師做一下 謝謝